我们来看这机器啊 不触摸的 然后上架自己修 修完之后 它说不显示了啊 然后呢 不显示呢 但是上架说有背光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修触摸导致的这个故障 那就有点尴尬了 我们先上电 如果有背光 那说明显示 ic 这些全部是工作正常的 就是现在从这个区域看 确定是有背光的 确定是有背光的 好 开机有背光 不显示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愿说去更换什么显示 ic 了 去测5.7 没必要了啊 显示 ic 肯定工作的 如果显示 ic 不工作 它不可能亮背光 那这个时候 我们 首先直接要对mrp 下场了 那个这个有可能就是创电烧的 cpu了 然后导致了不显示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打啊 他说修桌子的时候 修不显示的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像这种的啊 像这种的 暴息之后 像这种暴息之后 就会导致创到mps上面去 然后烧坏 cpu 一桌一桌一桌 来 好 343啊 那现在全部放在万能表上面啊 第二根 344啊 那我慢慢的往下走 那就全部万能表好了 全部万能表好了 找到不对了 我们再说 344 再上去一个 344 基本上差不多啊 好 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发现了 这个是328啊 然后我再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345 现在已经很明显 那显微镜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是低的 这个是正常的 明显有一个脚已经被拉低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上测 来了 又有一个是328的 又有一个拉低的 那我们再往上看一下 在往上上正常啊 唯独 唯独 现在就这个 两个 如果两个都低的话 那这个机器是可以救的 如果单个低的话 就没得救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 328 在上面一个脚 328 他们两个同时低的话 那就说明他们两个倒通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倒通了 好 现在测出来 百分百是倒通了 那就是这个脚下面暴吸炸吸了 因为这个是有带分胶的 然后这个下面的底脚 好 来了 哎哟 这是有点可惜 我把人家底线给给弄翘起来了 但是只能这样 我们才能百分百的分解出这个故障啊 我们来看一下 芯片底脚炸吸 而且炸的非常完美啊 不断让说炸的完美 炸的连在一起了 然后导致两个组织到偏低 啥也不用说了 刚才能看到啊 很清楚啊 就是拿掉这个芯片 那现在时候我们要清点了啊 现在清点了 不能跟他弄断线了 弄断线 我们等一下还去飞线 就成了有点尴尬了 然后呢 像在维修这种机器的时候 组织 都会错过这个组织 细微的变化 然后认为 哎 相差个十几二十是正常的 十几二十不是正常的 这边一个不够大 它又弄开了 再来一点嘛 然后上面有粘东西 上面现在有粘东西 啊 拿掉了 是 刚才我们晚上挑的时候 双培杆的那个角位卡在上面了 好 现在短接好了 我们就可以清洗了 不用怕它会掉了 肯定是掉不掉了 然后边上的吸球一定要全部弄掉 然后刷子 刷好 上屏幕 上电 开机 显示正常 再见